油價跌 航運股全面上揚 大盤小跌26點 九合一大選前 投資人觀望氣氛濃厚 台股量縮無力上攻 收商開盤一度佔上9000點 但中場下跌26點收8962點 添加量有縮至697億 1月底之前是否會實施所謂護港通 那護港通大家知道會有所謂的資金牌子的效應 整個大盤的這個結論 看起來應該是在連線這個資深8891點 到季縣的這個結晶100點來做一個箱型 短線上來看可能在這個箱型做一個操作 受惠國際油價下跌 航運股的旺海 長榮 陽明 地航 中航全面上揚 食品股的統一 惠泉 南橋 再受黑心油衝擊 連美大跌 明天的觀感重點來看的話 我想重點是在今天晚上的這個 美國眾議院的這部分的選舉 對於美國道文指數 還有整個指數的這部分的變化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美國的這部分的這個 經濟的數據 那可能在這禮拜陸續有一些數據出來 那目前看起來都是符合預期的 所以可能美股在這個指數上面來看 可能還是一個盤建的走勢 動新聞綜合報導